一夜梧桐一暴秋 稻花田里化丰收 虽非剩下还胡府 更有寒蝉唱不休 2017年8月7日 农历6月16 迎来了丽丘节气 丽丘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 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太阳达到黄金135度时为丽丘 丽丘是开始的意思 丘是指庄稼成熟的时期 丽丘表示暑去凉来秋天开始 从丽丘起 天气渐渐会变得凉爽起来 我国古代将丽丘分为三后 第一后凉丰制 第二后白鹿匠 第三后寒蝉鸣 丽丘是大好的进步时机 这个时节可以多吃一些 银耳 桂圆 苹果之类的食物 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 储存够足够的能量 丽丘节气功法 护肾揉太极 将双手护于肾部 按揉三到五分钟 每天早晚进行一次 可以起到强肾 健脾的功效 丽丘经络穴位的调养 采用灯腿 拉筋 然后再配合点岸足三里 血海和三阴交穴的方法 可以起到强筋固肾 填筋碎 补肾阳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丽丘的这一天 皇帝都会带着百官 在郊外进行迎丘的活动 而在民间也有以秋水 吞食小吃豆七粒的风俗 每年丽丘 随着果蔬的成熟 在湖南 江西 安徽 等生活在山区的村民 会利用房前屋后 及自家窗台 屋顶 驾晒农作物 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 传统的农俗现象 叫做晒丘 丽丘节气的多种风俗 也正反映出了人们 对秋天丰收的美好期盼 生命呵护计划 用爱呵护家人健康 公益在行动